1.在当今的国产剧市场中,都市剧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香波波。 然而,在各类都市题材作品层出不穷的情况下,医疗剧却似乎坐上了冷板凳。 专业词汇的冰冷,改编的出戏,让这类题材先有人触碰,数据不好看,回馈不及预期成为了常态。 但,欢迎来到麦乐村的出现,打破了这一局面,该剧收视率首日就突破了。 1.3,评论区更是被网友爆赞,他用实力证明了,一部剧的好看与否,与题材并无绝对关系。 而晋东也凭借此剧,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眼光。 2.晋东在剧中饰演的马家,是医院心胸外科的一把手,平直称对他来说势在必得,毕竟是破格给他批的名额,去掉。 副字仿佛近在咫尺。 然而,他怎么也没想到,在这临门一角的关键时刻,诗歌江大乔,祖风氏,回来了。 江大乔完成原非任务回国,同样符合条件的他补交了材料,就这样将马家期待已久的职位,抢走了。 多年的鞠躬尽瘁,却在即将成功之时被人横插一脚,换作是谁恐怕都难以咽下这口气。 马家与江大乔之间尴尬的相处也就此开始。 新主任的到来,让他这个副主任的威风荡然无存,身边人态度的变化更是让他心中的不满情绪不断累积。 开会时位置的改变,一抢锦旗被下属全部摘下。 尤其是,副主任医师,的表彰一个都没留下,这些都如同一根根刺,深深扎进了马家的心里。 尽管心里充满了不满,但马家其实也了解诗歌的为人。 不过,情绪已然爆棚的他,还是忍不住蹦出了,精准打击。 这四个字。 三,相比之下,江大乔的格局则更为开阔。 这位离异中年男人看淡了许多事情,甚至能够与孩子平淡地讨论自己的婚姻,以及孩子妈妈交男朋友这件事。 剧中并没有为了凸显男主而将男二塑造地惹人厌烦。 江大乔反而更加平和老恋,两人虽有矛盾,但也不至于到水火不容,三观不合的程度。 不得不说,欢迎来到麦乐村,能够吸引众多观众,演员们功不可没。 从前两集来看,丁永代、祖峰和近东三位实力派演员的互动集聚看点,每个小动作都充满了戏。 四,比如马家与江大乔的首次重逢这场戏,马家一开始其实并未将诗歌放在眼里。 即便得知对方回来,抢走了自己的职称,骨子里的那点清高劲儿依然存在。 然而,当马家看到江大乔的第一眼时,还是愣住了。 仅仅两年,这个男人变得如此沧桑,皮肤晒得有黑。 近东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惊讶,但很快,那份自负又让他回过神来。 不忘调侃对方,表面看似和气,实际上心里却像吃了柠檬一般酸。 近东的一个回头,更是将马家真实的内心活动,不服,不甘以及看不上他,演绎得淋漓尽致。 五,再次正面交锋,是在全体会议上。 这场戏中,三位演员扎实的基本功展现得一览无余。 当听到老师介绍师哥,并让大家多多配合他工作时,近东那小表情十分逗趣,明明是笑着点头,却显得颇为勉强,接着还暗自翻了个白眼。 而当领导要人帮着说两句表个态时,马家那阴阳怪气的捧臭脚,师哥回来的,可真是正当起始呀。 让副院长瞬间变脸,旁边的江大乔则直接低下了头。 仅仅一句话,就将三位人物的性格特点完全展现了出来。 马家的不爽直接表现出来,副院长也有着不好惹的脾气,唯有江大乔选择了忍受一切偏见。 六,或许有人会认为江大乔懦弱,但实际上,在第一集开篇,祖风就已经把江大乔能当上主任的气势演绎了出来。 马家申请去袁非,在面试时自信满满,甚至有些小动作,明显没有任何压力,还带着几分嘚瑟,这无疑是对江大乔的挑衅。 而江大乔的回应则是四个字,我不同意,一个科室的主任都不同意,其他人大概率也不会给马家开绿灯。 整部剧的主题,袁非也从这里得到了升华,导演并未从袁非的艰难困苦入手,而是通过人物性格的转变, 向大众传递出,袁非的精神内核。 而祖风,靳东和丁永代三位演员,恰到好处地诠释出了编剧和导演的意图,使得这部剧充满了看点。 七,如果要说,欢迎来到麦乐村,与同题材剧的最大区别,那便是, 有好,他抛开了分杂的感情线,摒弃了为了主旋律刻意正能量的僵硬台词。 在这里,观众能看到医生也有自己的生活烦恼,能领略到非洲的壮阔景观, 甚至对于离异家庭的描绘也非常写实,孩子与父亲无需避讳离婚这件事。 这,才是新时代应有的价值观,以端正的态度,走进百姓的生活。 曾经,或许有不少资方认为医疗题材不讨喜,难以拍出好剧。 然而,欢迎来到麦乐村的成功无疑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。 晋东的又一次赌对,不仅证明了他选剧的眼光,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医疗剧的潜力。 八,这部剧的成功并非偶然。 他在剧情,演员表现以及主题呈现等方面都有着出色的表现。 他让观众看到了医疗剧也可以拍得生动有趣。 即便节奏不快,铺垫环节也能让人产生追剧的冲动。 当然,任何一部剧都不可能是完美的。 欢迎来到麦乐村,前两集的进度或许稍显缓慢, 但这并不妨碍他后续进入正题后展现出更加精彩的看点。 相信随着剧情的深入发展, 他会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。 九,在如今的电视剧市场中, 各种题材的作品琳琅满目, 但真正能够打动观众内心的作品却并不多见。 欢迎来到麦乐村,以其独特的魅力, 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, 也为医疗剧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。 他让我们明白,只要用心去制作, 任何题材都有可能创造出佳作。 而靖东,这位实力派演员, 也凭借着自己的坚持和努力, 再次为观众带来了一部令人难忘的作品。 或许, 这就是好演员与好作品之间的相互成就。 靖东的成功并非仅仅是运气使然, 更是他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精准把握, 以及对作品质量的严格要求。 而, 欢迎来到麦乐村的成功, 也让那些曾经对医疗剧持怀疑态度的资方们, 重新审视这一题材的潜力。 希望在未来的电视剧创作中, 能够有更多项, 欢迎来到麦乐村, 这样的优秀作品涌现出来。 它们不仅能够带给观众视觉和心灵上的享受, 也能够引发人们对于生活, 人性以及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。 同时, 也期待靖东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选剧眼光和表演水准,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。 观众永远期待着那些能够触动人心, 引发共鸣的好剧。 而, 欢迎来到麦乐村, 无疑就是这样一部值得我们品味和回味的好剧。 它以一种温暖而真实的方式, 讲述了一段关于原非医疗的故事, 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与坚韧, 也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关怀。 好了,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,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